大家好,这是肥波 今天要与各位带来的是 树林美食地图24小时爽之特辑四选 分别是树林羊肉绒 及黑家阿易腿酷饭 以及树林大众牛排 最后是马可手工意大利面 好的各位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吃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 首先第一站我们就以激爽羊肉大餐开局 它就是树林羊肉绒 听说跟新装还有三重的羊肉绒 其实是家族企业 都是靠着这碗 淋满蒜头辣椒 还有新鲜九层塔的羊肉饭 打天下 很久没有爬了 那是相当怀念 而且比如说树林店 绝对是这集家里面 最整洁明亮且凉爽的一间 然后呢我还有再点了一份羊肉面线 那我们首先呢 要从它的羊肉饭起手 充分把它的辣酱 跟肉片搅拌搅拌 闻起来是真的香啊 咸香为主的酸味辣酱 跟羊肉片本身单单的油脂香气 融合在一起 那真的就是极度的下饭 同时你可以感受到它的肉片 微微的扎实感 跟满满蒜里 所带出来的一点鲜脆度 爬起来那是确实油爽 而且你吃得出来 羊肉本身其实也是 没什么稍微 尤其是配上新鲜的九层塔之后 让你在感受浓郁性的降低的同时 也可以补一点清新解腻的层次 那当然吃羊肉饭就是要再搭配上一颗半熟的荷包蛋 中间的蛋黄还带一点高状的质地 包裹上它颗粒微粿的米饭 绝对是大大的加分 最后就以它的羊肉面线收尾 面线的版本就还有在零上小时沙茶酱 跟满满的羊花肉片充分的来一拉 台湾应该也是没有多少地方可以吃到羊肉面线这个组合 会在它相当滑溜的面线质地之外 补上肉片的一点扎实微Q 然后面线自己的甜味其实不会说到特别的突出 比较偏向一个蒜味为主 而且呢肉味量真的是蛮多的 最后呢再给它来一匙辣酱 闻起来是非常的香啊 有种川味焦麻感 首先辣度的部分 那绝对是我挺得住的程度 感受到了不是一股呛辣 而是一股香辣的风味 甚至有点接着你再吃口水机会出现的香气 有淋上去那绝对是大大的加分 纯碗简单的沙茶面线 变成代言川味特色 香气更加浓郁的版本 确实是有料啊 好的各位总结也呢 树林羊肉绒羊肉饭好吃 这是我们以前就知道的 但是今天吃起来更惊艳的 绝对是它的羊肉面线 再搭配上特制的辣酱 记得各位在爬饭之宇 也可以来上一碗米沙 好的那我们现在前往下一站 好各位鬼馆的朋友 午餐厂我们就在朝圣一下树林地区 非常行的便当店 它就是极黑家阿易腿库饭 很久之前就听说过他们家了 今天看到本人之后 那真的是相当的霸气 满满的红烧肉 卤排骨还有香肠 铺在笋丝跟白饭的表面 完全没有其他任何的蔬菜类 我家附近如果有长这样的便当 我估计是会很难瘦身成功 那当然呢 店名招牌 卤腿库也是要给他来上一份 而且他们在很酷 虽然说是便当店 但是在二楼呢 还有一个Cheese 可以让你现场开吃的 回音有点大致就是了 那我们首先呢 就从他的卤排骨起手 相当有黑的色泽 看起来就很爽 嗯 口感的部分 那就是我的菜 不是主打一个极度厚切厚实的质地 就是一个腌制过后 口感软软的排骨 同时呢 可以感受到 非常突出的一股酱乳香气 而且重点是 它相当的巨型大一片 再来呢 就是一下它的推口 卤汁的咸香可以说是相当的浓醇 不算是那种真的控的特别的绵密 而是棉中带一点Q度 而且我刚爬了一口饭 颗粒分明的口感 非常对我的味 再来试一下 瘦肉部分的口感如何 瘦肉部分的口感 充分也是可以用水嫩来形容 不过他们家的卤香风味 真的是我排过的 腿库里面 咸香前景浓郁型的 相对重口味 但绝对也是 非常的下饭 再来就试一下它的红烧肉 红烧肉吃起来呢 诶就是红烧肉 要论脆度其实还好 主要呢还是感受一股 淡淡的红烧香气 嚼起来那真的就是 酥嫩酥嫩的口感哦 这个如果你是忙了一整天 晚上买一份回去吃 真的是有爽 最后呢就以香肠收尾 香肠配饭能不爽很难 香肠整理的腌制香气 意外的其实相对会再淡一点 就还是感受它里面 肥肉丁的一点油脂香气 同时呢保有 表层一点脆 整体扎实的口感哦 好的各位 总结言呢 鸡黑家阿易腿库饭 外形看起来鸡爽的便当店 吃起来那确实也是疗愈感满点 那个人呢 守对它的卤排跟腿库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前往下一站 好的鬼馆的朋友 晚餐厂我们就来试一下 树林夜市的招牌美食 它就是大众牛排 各位估计有在Eddy上看过这个画面 满满的炙烧起司铺在牛排的表面 看起来它真的是激爽 而且我点的这个是牛肉多多版本 总共15盎司的沙朗牛巨塔 然后我看他们家最近还新出了一款汉堡牌 听说是用纯沙朗去做的 然后我们首先呢 当然要从它的沙朗巨塔起手 刚上桌还是保有一点Can-see的状态 OK各位 第一口下去我必须说 它绝对不是单纯下巴好拍 风味的平衡感 它绝对是非常的到位 而且我觉得这个组合其实只有 夜市平下牛排可以达到 你可以感受到它牛排本身 带点微平的腌制香气 跟它表面满满的起司 达到一个很疗愈的咸甜平衡感 融合在一起它绝对是非常非常的加分 刚上桌看到这15盎司的巨塔 感觉好像超多 但我很确定 我可以非常轻松的搞定它 确实油爽 难怪生意这么好 而且我觉得也真的就是只有夜市牛排 可以跟这么多的起司融合在一起 主要还是那股独有的腌制微甜 跟起司的滋润咸香是非常非常的搭配 而且口感上真的是很爽 整体厚切且软嫩 同时呢包有滋润Can See的质地 除了起司之外 还有再搭配上点洋葱 你就会在它那种软嫩的肉感 还有起司的绵密之外 感受到一点鲜脆的质地 再来呢就吃一下它的汉堡排 如果你上桌素吃 应该还会带点粉嫩色泽啦 但因为我稍微放了一下 已经变成全熟版本 然后我点的是茄汁口味 吃汉堡排想要感受到 水润满点的肉汁的话 最好真的还是做好的时候马上素吃 不过好处是搭配上它打底 满满的酱汁 就可以再补上一点滋润度 而且肉腔风味那绝对是 非常的浓郁 有点想配饭 最后呢就以它的铁板面收尾 而且他们家没有还可以免费加面 个人是评价牛排 还是偏爱配上这种细面的版本 Q度虽然说不是重点 但绝对会再更优秀一点 同时呢一样充分的缠绕了它 然后再点酸甜感的茄汁这样 一球下去的满足感 那绝对也是很够 好的各位总经验的树林大众牛排 初体验呢我个人觉得是鸡推 虽然说外形很浮夸 但我觉得更优的点在于说 它的那种起司的咸 还有牛排腌制的甜 搭配的是很刚好 不过声音真的很好 想吃剑衣室提早个可能10分20分钟来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前往下一站 最后一站个人呢是非常的期待 它就是开在树林火车站附近的马可手工意大利面 最近看完黑白大厨 相信不少人都是很想要来上一盘好吃的意大利面 这一间呢听说是树林代表 宝藏美食 究竟有什么好料 马上带各位进去感受一下 店里走的是吧台型座位 氛围相当悠闲惬惹 目前总共6种口味可以选 搭配上不同的面体 实在是非常难以抉择 所以呢我就单吃两份 首先登场前菜马铃薯 表层满满雪白起司 覆盖被番茄酱汁包覆的马铃薯 番茄酸香风味为主 与起司淡淡的奶感熏香风味融合 口感不算特别松绵 还包有一定的扎实质地 主餐一号我选的是墨鱼面 搭配上相当肥美的白虾 酱汁属于浓郁型 可以感受到浓浓虾汤风味 番茄的酸香与蒜味融合 同时尾韵又带上点微辣 吸入口中浓醇的酱汁包覆嘴唇 疗愈感真的是顶天 面体口感软硬适中 带点劲道的Q度 白虾也是成衣满满 脆嫩脚感鲜味十足 个人首推这一款 再来下一盘是 橄榄油蒜草长汁面 近期各位应该都很想吃 最简单纯粹的元素 蒜头与橄榄油 入口最先感受到 橄榄油独有的一股清香风味 与存在感极强的蒜味融合 搭配上表层起司的奶味咸香 风味上吃起来不会到那么的浓烈 但又会让你很想要一口接着一口 面体口感上又比墨油面更惊艳 进到Q度脚感更突出 融化的起司包覆面体 香气再度升华 好的各位 总结也能马可手工意大利面 我真的就是两个字 鸡推 绝对可以说是我近期拍过 最想二刷的店 口感上真的是很不一样 而且你感受得出来 它的酱汁是非常充分均匀的 包裹它的面体 所以说你吃入口中的那种滋润感 就会非常的疗愈 整间店真的就是马可主厨 一人solo 所以真的是要稍微等一下 但是相信我那绝对是非常的值得 虽然说各位平常 没事可能也不会特别跑到树林去 但是冲着这一集里面的 起司瀑布牛排 还有最后的意大利面 我个人真心不苦 会想再去二刷一下 好的那就这样啦 详细的点资讯 我都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说明栏 感谢各位的收看 然后我们就下部影片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